关于政府努力去减低阴闻的数目 还有我觉得迈向一个无烟的城市 其实我一定是支持 希望香港多些人健康一点 但是我对于政府的控烟方法 控烟的政策 减低阴闻的招数 我觉得是不理想 我甚至觉得是不满 你们刚刚加了烟税 只是占了零售价是70.2% 但是我都觉得大家要留意 烟箱亦加了价格 在今天你出去买一包烟 我们的税佔的烟价是跌到65% 和世卫距离75%又拉完 我觉得反而令到你们有点束手无策 而且令到我自己觉得 其实大家可以想一下 那个价钱贵了究竟针对什么烟纹呢 年轻一代 经济能力没有那么高 那是不是代表那包烟越贵 就是说我有钱 我其实都可以继续去吃烟呢 如果不是的话 我真的觉得政府是决定加烟税的同时 就算你有些咨询未做完 你要让我们看到整套的控烟政策 很简单说 烟包的比例 澳洲就是第一个国家 是掃烟包的包装 政府有没有勇气去做 好了 又或者刚才所说 某个年龄 定了为一个不可以再买烟 政府又敢不敢做呢 好了 接下来我说一下 控烟区 有没有再扩大呢 在一些外国的地方 就是 现在我们有个公园是禁烟区 人家公园距离十米范围内 都叫做控烟区 是连控烟区都做的 我就是看不到一套 我们大家都支持 那个烟闻数量少 但是为什么永远都觉得 你们只有一招 你那个咨询文件 上一次一拿出来 我已经提出 我还说 你还问大家 这个火车头 是不是要监管 一边吸烟 一边走是否要监管 这个已经告诉大家 我们是要做 但是怎么去做 这个是很重要 所以现在我觉得 没有整套的配套 还有最后一点 不得不讲 就是控烟办 控烟酒办的行动 我都接过很多个案 在后楼梯吃烟 在食事吃烟 其实你打完被控烟酒办来到 在当场捉不到 他们就是 因为来的时间是很久 根本上整餐饭吃完 都抓不到人 还有就是派全单 之前我们有同事 有书免定口头的质询 由2021年 去到今年 派发吸烟产给我的单张 你只是抓了12人 我不知道今天会不会再多 2021年到今天 你这么少 其实派这些单张都很猖獗 我明白执法很困难 所以我真的很希望 在我们支持你这个 先定立后审议的加税行动的同时 整套配套 我觉得是要出台的 你的咨询文件的时间 其实都要夹一夹 你们出台的税 那个时间 我看不到你整套 和控烟酒办的工作 真的要再加倍努力 在一些违法的吸烟那里 不可以只是用钱去降低 你变成有钱 那我就不买烟吃了 是不是这样呢 我又觉得不应该是这样 所以希望整套控烟策略 是希望阿比书长再带回去 因为我真的不是一次这样说